美国疾痕中心早前批准了 Vizor-Balintech 即是我们现在用的复必泰疫苗 用在12-15岁的小孩身上 他们都是跟大人一样打两针的 即是隔21天打两针 咦?那你会说 你这么快就做完研究了吗? 在小孩之前做了这么久的研究 但这些其实他不会重新做一次 Face 1,Face 2,Face 3 即是1,2,3期去测试重新做一次 因为已经有成人的数据 他通常做一个小的研究 比如今次可能有2300个小孩 12-15岁的 将他分开两组 一组打盐水针 一组打Vizor-Balintech疫苗 比较一下两组之人 即是几个月之后有多少人感染了 他们跟了几个月之后 总共有18个人最终感染了Covid 这18个人全部都在Placebo 即是安慰剂组打盐水针 打了针的小孩没有一个感染了Covid 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 Covid疫苗在年纪的小孩身上 效果是100% 他们也做了一些数据出来 发觉这个疫苗的安全性都相当高 大约有2%的小孩 主要有经验到一些普通的副作用 例如周身骨痛 肌肉痛 打针位痛 同一时间他们在抽血的检查 发觉这些小孩打了针之后 那个中和抗体对付Covid的抗体 是相当之高 相当有效的 至于在这个年纪里打了针 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这种疫情这么严重的地方 很多时候学校就禁止了 但禁止了之后 大家都明白了 小孩在家上Zoom 上网上课 不能够上学 不能够跟其他小孩玩 不能够去做运动 其实对他们的心理生理影响也很大 更加不要说影响了学习的进度 也有不少的小孩在家里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 有些小孩可能被人虐待 其实小孩没有上学 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这件事其实也正在发生 再者大家也不要忘记 Covid一定会感染小孩 Covid感染了小孩 例如在美国已经有300多万 甚至500多万 小孩感染了Covid 其中也有些是严重个案 死亡率大概跟普通流感 每一年会令到小孩死亡的机会率差不多 我现在不要忘记 就是说Covid会引起一些血管发炎 类似村旗症的问题 典型就是六到十四岁的小孩 他最初都是一些没有症状的感染了Covid 之后可能是家里有感染了 但他又没有病症 一个月之后 他就开始发病 到那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 PCR或者核酸检查 已经检验不了Covid 但发觉这些小孩的肝 心脏 就会受到破坏 和村旗症之后 都有可能长期的后果 这件事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所以打了疫苗 能够预防这些是一个好处 至于香港会不会跟从 香港都是打伏必泰 伏必泰 就是BioNTech Pfizer 就是一样 所以香港会不会跟从 小孩的青少年都会打呢 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样 但如果真的 比如说当有得打的话 应不应该帮小孩打吧 那你当然以为我一定建议 那你说这些医生一定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小孩那里 就有少少伤确的 那原理就是因为 就是FDA 给这个Visor 这次的批核 是一个緊急应用 但是我们看不出 在这个年纪里面 有什么紧急性 大家都知道Covid 在这些年纪的小孩 虽然说 我有过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但是那些 其实的机会率相当之低 那风险其实不高 那所以 是不是真的有 这麽的迫切性呢 我觉得都有一点 有点相抗余地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 喂 如果打了小孩 那就可以 防止小孩 做一个传染的温床 减低传染大人的机会 这件事呢 理论上都说得通 不过呢 就是 既然大人 明知道疫苗是安全的 也都很有效的话 拒绝去打 但是就要那些小孩去打 去保障大人呢 好像就有些说不过去 怎么计算都好 我们应该 鼓励大部分大人 就是 適合打的人呢 都应该打了疫苗 才去保护小孩 活得更加好 小孩 始终小孩 有很多年的人生去过的嘛 所以就说 就像大人的疫苗那样说 其实呢 在这个年纪 会不会有些很少见 很少见的副序 比如像大人那些 就是牛津疫苗 那些血栓膝 那些 其实会不会在这个年纪 都会有呢 其实都有机会的 但是当然 我们 好像今次这样做 几千人的研究 当然看不到这些 一定是要很多人 打了之后 才会发觉 会有那些问题 如果真是慢着 小孩都会有一些小见的 我们预计不到的副序 产生的话 那这个 那个影响 就会比较大些 那都不能够 不尽重去考虑清楚先 那我觉得 主要都是个别考虑 那当然你打了针 比如小孩打了针 之后呢 譬如去外国啊 那可能有这个 这样的证明呢 就不需要隔离那么久啊 不需要那么多 限制那些活动啊 那都有那个方便的地方 那所以这件事呢 大家可以个别斟酌一下 那样样东西呢 都有好处 有不好处 那今天呢 就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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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